Pennie 你好 我是理工大學姓陳的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多謝你參與我們的評估 以下我會問你五條問題 你照實回答就可以了 如果有不明白或者是不懂的話 你就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會去澄清或者給你一點點協助 每一條問題就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沒有困難 第二個選項會有一點點困難 第三個選項是非常困難或者做不到 或者需要協助的 好 第一條問題就想問你 你如果拿五公斤的東西來說 對於你來說有沒有困難呢 是根據我兩個星期前做大手術的情況 還是現在的情況 根據上個星期的情況就可以了 過去一個星期 我一個星期我想都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做大手術之後 人們都比較虛弱一些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你 如果由一間房子走到另一間房子的話 對於你來說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走慢一點也可以的 不過就不是很很優順的 明白 第三個問題就是想問你 如果是坐在那裡站起來 即坐在椅子上站起來 或者在床上站起來的話 這個動作這個行為 對於你來說會不會有問題呢 在床上站起來的話 會比較辛苦一點 會比較慢一點 在椅子上站起來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即是在床上站起來的話 需要多一點的力氣 對 好 第四條問題就想問你 對於你來說 對於你來說會不會是一個問題呢 我想現在可能是有些困難 以前還沒有手術之前 當然沒有問題 好 好的 可以 最後一條問題就想問你 過去的一年 有沒有試過跌倒 或者跌倒過多少次呢 我記得是一次左右 我上次去跟人行山 跌倒了一次 嗯 明白 好 那五條問題已經完成了 多謝你參與我們的評估 在那個結果上反映 其實你的肌肉流失都相對嚴重 嘩 那怎麼辦 放心 不要緊 我們會轉介你去其他部門 做一個詳細的評估 好的 謝謝 不用